我们的建很多 有能源专家、教育专家、两岸专家 各方面专家都好 但我们用什么工设出去 今天我们是反对的 资源相对比较少 然后被监督的这么严格 我们的困难在于资源少 所以我们有建没有工 我们工不够 我们建很多 有200多位国政顾问团的 200多位学者、专家、退休的政务官 我们的建很多 有能源专家、教育专家、两岸专家 各方面专家都好 但我们用什么工设出去 大家去思考 今天我们是反对的 资源相对比较少 然后被监督的这么严格 我们在竞争状态之下 对手的工很多 对手的剑也很多 一直设过来枪名弹语 然后我们要很可怜 就这么几把工 像刚刚张院长讲的 五分钟国政随堂考 就是一只工 但是没什么能看 因为什么刚开始出来 可能不够精彩 或者时间长 我不知道 或许慢慢慢慢 随着关注度提高 大家开始看 但是重点在于哪里 这是一场不对称 人家说我是越共 遇到了美国 美军部队 越共这钻地道在打 重点来了 到底台湾民主政治发展 是不是应该 要公平公正公开 这是另外一个议题 但是我要提出我的解释 我们有剑 但是我们工很少 这是身为反对党候选人的 最大最大的委屈 也是最大的弱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